特工任务中理一同饰演的瑶瑶,已经知道黄紫诚的真实身份了,间谍组织给了她一个安装过监听设备的手机壳,瑶瑶听到了高天阳和黄紫诚的谈话,知道了高天阳是国安,知道了黄紫诚是线人。 一时间,瑶瑶崩溃了,砸着东西,一个人哭泣,指责黄紫诚骗了她。 看到这里,相信很多网友都满脸问号了吧?啥意思?你瑶瑶当初也没少骗了黄紫诚啊?当初可是你主动靠近黄紫诚,帮间谍做事,害了黄紫诚,也差点害了黄紫诚的父亲,这些事你不提了。 你骗了黄紫诚就这么理所当然,自己是个受害者的模样,黄紫诚骗了你,你就崩溃受不了了。这不就是自私吗? 没错,想说的是,特工任务中李一同饰演的瑶瑶就是个自私的角色。 当然,自私中还有怯懦惧怕,还有着一丝善良。理解了这一点,也就能理解瑶瑶的行为。 她首先对自己的认知就是,自己被世界抛弃了,从在国外被套路设局开始,她经历过绝望,被间谍所拉拢,成为了一名间谍。 她这个时候,已经没了什么原则,她的唯一诉求,就是活着,逃脱所有惩罚,就这么浑浑噩噩噩地活着。 所以,特工任务中李一同饰演的瑶瑶在接收到间谍任务,坑黄紫诚的时候,她是没有什么罪恶感的,甚至说她认为这是自己为了活着,应该去做的事情。 当世界抛弃过她,她就心安理得地抛弃了全世界。 因此,在欺骗黄紫诚这件事上,她就没什么罪恶感。 当她喜欢上黄紫诚后,也坦白了一切,她的认知是,自己欺骗过黄紫诚的事情,到此为止了,任何人都不必再追究了。 那么再来看看黄紫诚没有告诉瑶瑶自己是国安线人这件事。 特工任务,中魏大勋饰演的黄紫诚,最大特点就是很善良。 他是有那种受不了人间疾苦的人设在身上的,所以他在接触到间谍的世界后,想做的就一件事,那便是把一切可以捞上岸的人捞上来。 他对人抱有着极度乐观的善良,因此他才会对认识不久,明知道对方是间谍的向阳,那么用心,想着拉向阳上岸。 黄紫诚当然想拉瑶瑶上岸,所以他暂时没有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,而是在等待时机。 可是黄紫诚忽略的一点是,瑶瑶最惧怕的一件事,就是坐牢。 李依童饰演的瑶瑶到底想走那条路,可以说他从来不想死心塌地地为间谍组织卖命,只是被控制着,没办法,只能妥协。 他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,就是自首,赶紧抽身,但他还抱有着不该有的奢望,那便是自己不想坐牢,幻想着,自己可以维持如今的局面,永远不被抓,就这么胆战心惊地活着。 哪怕如此活一辈子,他都不想去坐牢。 因此,指望着瑶瑶现在自首,投靠国安,不现实,如果逼急了,他会彻底倒向间谍组织,最后哪怕是选择绝望自杀,都不会自首的。 同时,特工任务,钟瑶瑶听到黄紫诚和高天阳关于向阳的谈话后,他才彻底崩溃地,接受不了黄紫诚欺骗他的事实。 因为当时韩庚饰演的高天阳做出了判断,间谍组织业务已经放弃高天阳了,这个时候向阳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,就准备对他实施抓捕了。 黄紫诚想为向阳辩解一下,说向阳也挺可怜的,但高天阳也明确说了,可怜是可怜,但不可饶恕,并且劝告黄紫诚不要感情用事。 高天阳说得没错,事关国家安全,个人情感无法放在第一位,圣母心,要不得。 这段对话,被瑶瑶窃听到,他当然会崩溃了。 因为黄紫诚为向阳的辩解,就是他自辩的说辞啊,他自认可怜,都是被逼的,可毕竟他犯下了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为,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。 他最担心的,不就是自己被惩罚,去坐牢,甚至被判死刑吗? 那个时候,他害怕得要死。 而在和黄紫诚交往的时候,他是把黄紫诚当作唯一的依靠的,眼看着黄紫诚也靠不住了,他自然请客间崩溃,接受不了被骗的事实。 当然,特工任务中理一同饰演的瑶瑶,也没有彻底黑化,因为他已经查明黄紫诚是国安的线人了,但他并未告知间谍组织,而是继续拖着对方。 还是要给瑶瑶这个角色时间的,不要以常人的观念去评判他的行为对与错,他早已没了对与错的界限之分。